今天是2022年12月30号 我们就踏入新的一年2023年 在2022年最后一个专栏的就是 人生其实并不矛盾 哈喽大家好 人生其实并不矛盾 我们时常都会听到 就是人生不要太执着 有多少就用多少 可以吃多少就吃多少 希望不要勉强自己来去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那就是知足常乐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时常都会听到的 人生一定要拼一定要破 那么我们这一生就等于百过 那么人生要拼破呢 就是要给自己还有家人更好的生活 然后可以享受更多不同的物质啊 那么这两者呢 一个就是知足常乐 有几多就用几多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另外一种呢就是一定要拼破 人生如果不拼破的话 那么就是很难就是会有一个人生的价值和精彩 其实这样的听回来呢 偶尔其实挺矛盾的对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人生并不矛盾 在同一个事情里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每一个选择一定有好的 也有他的不好 那么知足常乐的 但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万一 如果有一个预备的精 那怎么办 如果知足常乐 我们选择了知足常乐 我们就没有这一个权利 可以有选择性 有得必有失 另一种呢就是挑战性 挑战的人生其实讲真的是很简单 当自己去面对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普通可以讲出来的感受的事情 是要去拼啊去拨啊 然后才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身边也是有遇到很多 其实他们非常非常富有了 但我还是看到他们不断的在拼和拨 他们的态度就是永远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来让自己越爬越高 那个过程已经有很多种种点点滴滴的挑战了 要拼拨人生的人和选择自足常乐的人 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分别 我只是想要分享的就是见仁见智 人者见仁 智者见智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成长 所以没有对于错 那是看自己的选择 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这一个责任 那就是选择了要挑战拼拨的人生 就不要去埋咽 那么如果选择了自足常乐的朋友们 我们也不要去埋咽 就是埋咽 为什么别人有这么好的生活 性质和物质的去享受啊 所以世界人生是不矛盾的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选择 这样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哦 那么来自2023年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更美好 更精彩的一个2023年 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